从907年到1125年期间,统治着东北大地的是契丹王朝。 这个王朝由游牧民族建立,让统治中原的宋王朝非常挠头,在金庸笔下的天龙八部中。 契丹人更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契丹名字是咋来的? 为什么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却改成了辽? 读历史,您是理,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首先,我们聊一下契丹政权的起源。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早在隋唐时期,逐步汉化的契丹部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与中原王朝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契丹曾经大举南下,攻下了幽州等大片地区。 当时,武则天的爱将王孝杰兵败自杀,但中原王朝毕竟实力雄厚,契丹部落根本没有机会, 基本上抢掠一番之后选择撤退,但是在唐朝统治的末期,由于唐朝内部翻证割据严重,而且已经陷入混战的局面。 此时的契丹部落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首先统一了契丹周围的各个部落,开始建立游牧政权。 如果仅仅维持在这个水平,契丹政权还不足以称雄东亚,契丹政权曾经试图南下中原地区,但遭到了李存旭后唐政权的强烈阻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契丹政权开始进攻文化高度文明的渤海国,利用一段时间的反复熬战。 契丹政权终于吞并了渤海国,由于渤海国的文化比较先进,这极大的影响了契丹文化进程。 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宝基称帝,建立了大契丹国,此时的中原地区正在上演五代十国的故事,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 契丹政权一直希望染指中原地区,也屡屡进行尝试,可是均没有成功,随后,契丹政权转向西拓展,控制了辽阔的蒙古草原,并且逐步与中亚各国接触。 中亚各国在骑兵装备上明显优于东亚地区,契丹政权借鉴了一系列的中亚骑兵技术。 由于自身原本就控制了大量的铲马地区,契丹用充足的能力组建骑兵部队,再加上中亚地区的技术,契丹骑兵与中原军队作战时,通常能够占据优势。 面对铁板一块的中原地区,契丹当然没有机会,但堡垒总是从内部分裂的。 后唐将领石敬堂为了击败政敌,迫切需要契丹的援助,为了打动契丹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 石敬堂抛出了幽云十六州的架码,幽云十六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北部。 由于地质结构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政权的屏障。 这个架码确实打动了耶律德光,随后,耶律德光御驾亲征,率领主力军队增援石敬堂,击败了其政敌李丛科。 石敬堂建立后进政权以后,确实信守承诺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地区。 得到了幽云十六州地区,契丹政权的国力进一步提高,由于丧失了天然屏障。 中原王朝开始处于明显的劣势,石敬堂去世以后。 直自石敬堂继承皇位,在一系列问题上,石敬堂与丹爷爷耶律德光爆发了一系列的矛盾。 公元947年,契丹军队攻入了后进首都开封,耶律德光决定把国号改为辽,自己要做中原的皇帝,之所以改名为辽,就是为了让中原百姓接纳自己。 后来的事实证明,耶律德光失算了,几个月后,辽国军队选择了撤退,请注意,此时的契丹已经改成了辽国。 国号改为辽以后,辽国虚心接纳中原文化,对幽云地区施行两面观制度,有效地消耗了幽云地区,公元983年。 辽国又一次更改了国号,国号从辽重新变成了大气单,那么,为何会出现开历史倒车的情况呢? 首先,中原地区已经完成了统一,南方的宋朝开始了北伐,准备收复幽云十六州地区,为了强调政权之间的仇恨和对抗。 辽国贵族们把国号重新改成了大气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高层内部,汉化派和保守派在不断地博弈,保守派暂时占据优势地位。 其实,即便辽国改变了国号,宋朝的一些将领和边境百姓,仍习惯性地称呼契丹人为辽寇,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宋朝和辽国相互排斥,出现了猪狗等字眼,乔峰对自己契丹人的身份起初非常排斥,因为这不仅仅是丧失丐帮领领导地位的问题,而且牵扯到了民族和家国情怀。 为了强调与宋朝的对立性,辽国的国号改成了大气单,但是在禅渊之盟以后,宋朝与辽国开始进入和平局面,双方的战争时期结束。 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文化对游牧部落的影响很大,气单政权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变化,气单的汉化越来越严重,连气单高官也表示,武修文物,彬彬不易于中华。 辽国贵族们普遍信奉佛教,在辽国的文献中,屡次出现南瞻不周的说法,随着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辽国越来越自信,宋朝自称是天朝上国,辽国则自称是大中央,辽国开始与宋朝争夺宗藩体系的核心位置,在之前的游牧政权中,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继续使用气单为国号已经不再符合自己的需要,公元1066年,在辽道宗在位时期,国号重新改成了辽,至此,辽国前后改了四次国号,辽这个国号一直使用到辽帝国的灭亡。 为啥改大辽呢?学界普遍认为辽朝因辽水得名,犹如金朝以暗出湖水为其国名,而暗出湖水的女真语意思是金,刘浦江先生在辽朝国号考试中曾指出。 辽水是黄河,土河河流后的名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辽河。 澳大利亚迈克里大学康丹先生表示,气单语的辽单词与蒙古语中表吉祥,有福的那个单词有关。 这个蒙古语单词在当时只带一条河,这条河在辽朝如何称呼,人们尚不知晓,但此河最终是汇入西辽河的。 指代这条河的单词与辽将是同一水系在不同流段的气单语名和汉语名,众所周知,气单族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而这两条河恰是辽河的上缘。 两条河水河流形成西辽河,在金昌图入辽后,沿途汇河太子河、浑河等水系一路南下,最开始由银口入海,后在金盘山县六间房附近分流,形成一条双台子河由盘山县注入辽东湾,简言之。 一千多年前的气单人与今天的辽宁人都是喝辽河水长大的,这一方水土赐予了古今辽人同样的身材体貌,也在他们的血脉中注入了相似的气质基因。 太宗北归后,中原玄疾一主,此后大辽国号仍指用于烟云汉帝,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气单本土仍继续采用大气单为国号,辽胜宗时,国号仍为大气单。 到了辽道宗朝,公元一千零六年,复改大气单为大辽,不过,辽史丝毫未记载历次改国号之事,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 在中国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清朝学者屡屡指责辽史太过疏漏,如前大新云,暗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 据辽号,仍称大气单,道宗贤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中皆末而不输,统治政权定立国号是一个非常庄重、神圣的事件,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标识,宣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而辽统治者却三番五次地更改国号,意欲合为。 当时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2002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宝利寒土乡出土了汉字肖心炎木志明和契丹大字永明郡公主木志明。 燕京学报发表了刘凤柱、唐采兰的聊肖心炎木志和永明郡公主木志考试。 此文考试出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拉契丹国等词语和词组。 据刘凤柱考证,音译的哈拉应异议为了,1993年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的汉苏木苏木的朝克图山之洋出土了。 契丹大字耶律奇目志明。 2005年冬,刘凤柱给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塔拉所长写信,建议尽快研究发表契丹大字耶律奇目志明,塔拉所长同意刘凤柱的意见。 于是,由刘凤柱起草了契丹大字耶律奇目志考试寄给内蒙古考古所。 稿件随即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一期发表,契丹大字耶律奇目志明的致盖和致文均以四个契丹字开始。 其中,第一个字与第四个字已被解读,是大语国之义。 对这两字的解读在契丹文字学界已达成共识,以此推理。 加在大语国之间的两个契丹字只能是国号名,聊代的国号只有契丹和聊两个称谓。 而契丹大字中的契丹一词已经被破译,不是耶律奇目志明开头的四字中间的两个字。 那就是说,这两个神秘的契丹字的意思是聊莫属。 聊的契丹读音是哈拉,哈拉契丹就是聊契丹之意。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由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一方的竹读音是哈拉契丹的语音是哈拉契丹,是哈拉契丹之意。 感谢观看